这些影视剧中的老熟人 你认出来了吗 大家好 我是小方 影视剧中的好多配角 把角色一换就认不出来了 今天就带大家认认这些熟人 看清清日常时 小方感叹敌长主的无耻与无能 比不过弟弟 却把拿捏女人这一套玩的贼溜 不但家暴还靠女人 还要PUA他们 所踪所为都被好家看透了 小主关着我 打我 羞辱我 在我身上寻找掌控感 不就是因为你在朝堂上有些无意吗 虽然张小辰演敌长主 让人痛恨 但他在天圣长歌演的贺连争 可是一个让人痛心的爵士好男人 业余打扮的他格外帅气 荷尔蒙爆棚 对女主打直球告白求爱 最后到死都不想连累女主 更巧的是他跟白静婷演的顾男业 那也是相爱相杀呢 不是被打 就是被踹 谁能想到张小辰年轻时 也是一位服装美男 看看这颜值 小方突然明白 为啥嫡长主这么渣 赵方如年轻时还会爱上他了 尤其在西乡记出演张生 这书生气 这清俊感 富家小姐爱上他 我没有丝毫意义 清天日常中 这位一身红衣 这种英气风格的美女 小方还挺喜欢的 所以在猎罪图件中 刘美童就让我眼前一亮 在任小玄案件中 明明聊人是相互救赎 却因为性别酿成悲剧 刘美童扮演的瞿兰心 短发外表看似一个轻瘦干净的少年 任小玄把他认错 完全不会让人觉得违和 后来瞿兰心成为了美术老师 一头长发美丽温柔 又让人惊艳 可英气可漂亮 他的可塑性极强 但这张脸看着好眼熟对吧 没错 他就是战斗的 在清云年中 女扮男装的北齐小皇帝 扮男装的他轻瘦俊秀 一身轻贵妾 比那些贴个胡子 就女扮男装的好多了 同样可供可柔的 还有尤静如 他演女世子的时候 可真是帅到我了 古早文中女扮男装的 纹固世子 就是这样吧 当他成了风吹半下的宝儿时 我没认出来 除了宝儿 冯玉的前起 也是我们的老熟人呢 他的戏份虽然不多 但就是好眼熟 但说起武林外传 你是不是就激起来了呢 他就是钱夫人啊 钱夫人啊 钱夫人贪财 狡诈 又兼具喜感 那一口浓重的唐山话 你看他那旁那样 吃点扛咽点菜 吃点醋料 醋料子 真是想忘都忘不了呀 这次在风吹半下里 演冯玉的前妻 是共患难的原配 却遇到冯玉这个糊涂蛋 可惜了 风吹半下里 还有苏医生这个贤夫 剧中半下拒绝了 这位温柔体贴的医生 但许半下 你知道苏医生年轻时有多帅吗 苏医生原名是安 早年演了许多角色 他在活佛寄光二脸 状元游街那一幕 最让人难忘 气质荣雅清卷 仪态风度翩翩 落泪时 破罪感十足 怪不得当时 有那么多的人 要来绑下桌穴 就这颜值 谁看了不心动 在当年 这样的古装扮想 还只能当一个配角 再看看 现在的古装美男 不想为打击 太惨烈了 点藏的古装美男 还有 还有警察荣誉底的曹建军 他真是 真是让人又爱又恨 浩大喜功 爱憎分明 喜怒哀乐都不藏着 曹建军长期被丈母娘嫌弃 一心想要挣功劳 挣了功劳又鞠躬自傲 喝醉陶冶 当不了警察的他 还是千方百计 想回到警队 最后悲惨遇害 别看曹建军有黑剑爪 性格还有缺陷 但你能想到 他以前竟然是赵阳眼的公孙策 我可是赫赫有名 夫妇千万美少女的 翩翩家君子 是怼天怼地 骄傲又自恋的大帅哥 即使有任权的公孙策 足以在前 赵阳眼的公孙策 也毫不逊色 他的气质啊 更像兰花 典雅温柔 也像竹子 有一身傲骨 他在剧中跟谁都很搭 CP我都磕了好多队 在最近的剧里 你还发现了哪些老熟人呢